还要提醒家中有小baby的家长要注意了 因为英国媒体报道说 婴儿如果一直哭脑不休 最好不要哭超过30分钟 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脑部受损 影响小孩将来的学习能力 刚吃过奶奶也换过尿布 小baby还是哭个不停 到底是有什么需求 常常让家长摸不着头绪 不过你可不能就这样放着不管 因为现在有研究指出 让婴儿长时间哭闹 很可能会造成脑部受损 英国媒体引述婴儿照顾专家的说法指出 婴儿长时间哭闹不休 可能会导致压力上升 刺激肾上腺分泌压力荷尔蒙可体松 次数多了之后就有可能损伤婴儿脑部 甚至影响将来的学习能力 其实目前有一派说法认为 婴儿哭泣是自然反应 父母应该放任新生儿 持续哭个20分钟左右 可以借此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 但新的说法显然与这种理论背道而驰 而不少医生也认为 如果确认孩子没有不舒服 让婴儿哭一下无访 但切勿超过30分钟 哭太久不仅有可能伤及脑部 有的婴儿哭得太用力 甚至会引发善气并不健康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